这个说到叶蓝教练这边 那在自己热爱的拳击 这条路上有这么多场比赛 有哪场比赛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7年吧 就是第一次这个全英会的选拔的时候 就是赢了第一场比赛 但是我下来以后 就是我这个美国开了 然后那个赛团过来跟我说 你要是想继续打的话 就是你的山枯是不能缝针的 他说就是你可以去简单的保证一下 然后再继续打这个第二天的比赛 然后我就从第一天到 到这个半球赛结束 就是一直在戴志诚去打的比赛 要在这样的伤的状态下 打完四场比赛是不是 打了对 然后明天打完比赛下来以后 就是第一时间去跑去以军 就简单的就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就开始就是准备这个第二天的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年轻egt